好 另外一个这个金砖我让亮哥来讲一下 就是刚刚亮哥讲了嘛 下礼拜22号到24号 这次这个俄罗斯是这个轮值国 然后他是在喀山嘛 然后习近平 大陆外交部也刚刚发布了 习近平确定会去 然后呢 俄罗斯专家 因为下礼拜就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普丁也跟金砖峰会的 所有媒体代表的负责人 有一场记者会 里面释出了很多讯息 那相对的像俄罗斯专家就特别讲到 人民币成为金砖国家 替代欧元跟美元的主要货币 有没有列入议程呢 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布 导致其中前两天我们有谈到 那沙特的王储 本来这个俄罗斯外交部 在今年九月就发布 说王储会去 但后来现在公布的说 不是王储 是外长 所以这个中间的信息含量很大 王储没有去 好像降级参加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亚一哥哈萨克 我要问一下亮哥 哈萨克总统明确表示 不会提交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 但是他会取金砖峰会 然后多次强调支持联合国 大家记得吗 在今年大概七八月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还亲自发言 支持哈萨克加入金砖 那哈萨克现在已经确定了 不会递交申请书 亮哥怎么看 听说最近几天美国对各个相关国家在施压 就第一个你刚刚讲说降级派代表 这个就是美国的成果 所以前一阵子金砖最后到底要去的代表是谁 俄罗斯就迟迟没有公布 就在角力 所以哈萨克并不稀奇 因为哈萨克他根本就跟俄罗斯对着干 而且全部都从俄罗斯字母改成罗马拼音 还改成三权分立 他本来就在拉美国的关系 所以俄罗斯就放手 让中国的力量进去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发展经济 可是他对俄罗斯有疑虑 因为他也有顿巴斯 那其实大家观察的是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非美元支付 会用什么形式提出来 会不会这一次还是比较保守 就是还是增加本币互换就好了 就是金砖币这概念可能 还是交给各国回去讨论这样 我认为本币互换这个是没有问题 可是金砖币我认为一下要提出来不容易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扩张成员 我认为可能也不会 因为他已经碰到一个实质的问题了 就是上次太大度 让阿根廷跟伊索皮亚进来 这个事实上会造成问题 就是现在全世界最穷最没钱的国家 都来申请 那你怎么办 我认为上次他们真的太浪漫 他们有去想 到底金砖主要是要做什么 那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扶贫 解决人家的经济危机 那来申请的至少有100个 那你怎么办呢 你的金砖银行 那钱又不是用不完 而且主要还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俄罗斯会不会审查 新的会员加入 我认为有两种意见 因为这个 而且印度是反对的 因为印度要看到那个穆斯林一下进来那么多国家 他都快要昏倒了 那如果你这个再开放 让那个都是穆斯林的大国进来 那他怎么办 他担心他的力量会被稀释 印度是摆明了反对扩张 那还有第三个 大家在观察的 这坦白讲是唐湘龙的观点 我是觉得蛮有道理的 他说金砖越来越像政治组织 就是他们会不会对中东发表意见 对不对 因为伊朗沙特阿联酋埃及都在里面 对 所以如果金砖要表达对中东战争的看法 那金砖会议的政治性就出来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几率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的高 对 因为我认为即使是印度 他对中东也不可能都没有意见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认为俄罗斯一定会 在非美元支付提出一个方案 因为这个就是他要的 对 那而且这个巴西已经表态支持 南非也支持 那就是印度在那边 因为印度人这个点头就是no的意思 他摇头就是yes 不要看懂 那印度有时候在摇头就说 我现在是不是用印度化来表达 我是用国际化 那还是no 现在就是这个金砖 我认为印度会越来越像是一个troublemaker 因为他一定要照顾到美国的想法 对 所以可是他的地缘政治性会越来越凸显 那这个跟美国很多利益都是冲突 对 其实因为金砖国家 我觉得原来当初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抗G7这个国家 在经济上面互相对抗 因为他一直认为说是 你看金砖国家有一个特色 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资源大国 所以那时候新兴国家 你不管从巴西或印度或中国或俄罗斯 都是资源大国 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想法是说 资源都是在我们这边 但是享受这些资源的是G7的那些国家 所以他们叫他说是黄金10亿人口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资源都被你想用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资源 然后所以那时候才成立这个金砖 他应该是一个以经济为主了 但是目前扩容到现在就像亮哥所讲的 慢慢就如果说是变成一种 这个有政治的关系来讲的话 那可能关系就更加复杂 包括印度的关系 包括我们刚刚讲说是沙特这些国家 就会考虑说 西方在泼黑水说根本就是一个军事组织 最近有没有 军事组织其实是上河组织 上河就比较着重于地区的安全为主 中亚地区 我觉得因为中亚地区来讲的话 也是整个大陆板块很重要的一块区块 那印度来讲的话 当然他跟中国来讲本来就有这种心结 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事实上骨子里面还是一种对抗的心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就像是紫中文明惡 例如来 油分 bé 由紫回答 这里都是这么省的 在鹿头上 小小平 小小先生 来幹 curs过